镜头回到汐止 汐止的金融市场环境整洁管理有方 连年获得经济部表扬为优良市场 在去年还获得乐活市场 新北市政府所颁发的100万元奖金 在6号这点早上 宜兰的南管市场自治会就来到了金融市场进行观摩参访 自治会也表示 金融市场的管理还有清洁工作等等各方面 都是非常值得他们学习的部分 雷浩上午在会长的带队下 宜兰南管工友市场 12楼店铺自治会一行人 是来到了细节的金融市场进行参访观摩 而金融市场也热情接待 先是带他们在市场内走一圈 一整排整齐的招牌 摊商们也都穿着同一的橘色制服 都吸引来访摊商的目光 他们说环境这么干净 认为真的很不容易 这里摆的团围很整齐 还有摊围也很多 比我们的渔兰 好远度 所以来这边多多 对对对 我们这整个月就已经白了 全天经这个金融市场来参观 外面红山都在市场进行参考就对了 所以说我们来参观观察 来这边联系 来这些工夫对 所以我们市场成立会更好吗 在我们市场绕一圈 大家看看我们的市场 我们市场都是保持清洁 整洁明亮 传统市场也能经营的很出色 细纸金融市场自从搬到新的地方之后 成立自制会 相当重视市场采买环境 除了东西新鲜 更要求环境要干净卫生 所以每个礼拜有一天都会动员大扫除 也因为用心经营连续两年都获得经济部的肯定 也是因为摊商们都有共识 一起维护市场环境 而这面墙上挂的都是他们的得奖记录 宜蘭难管市场一行人在看了之后 对环境整洁给予肯定 表示有许多优点都可以带回去学习 我们加油 不过大学都可以学 大家看都很好 都可以学 环境很好 但是我们会中也学习很好 这些人学习也很好 所以我们老爸会比较来 还清晰 都大家合作 所有的摊商都大家合作 大家很努力都在打扫 我们每个礼拜五都有打扫 摊商都很配合 金融市场热情迎接招待 宜蘭难管市场自治会 也回赠感谢奖牌 还有伴手里宜蘭炳 双方进行交流 都希望市场环境做好 消费者喜欢上门也带来商机 倔存慧玲细致采访报导